没有呢,它是保护手指的作用 那么最早出现在三代 那么你最近究竟是不是乾隆的呢 首先从它的材质来看 它是玛瑙 而且这个玛瑙这地很好 它是,上面是红色 底子是黄色,而且是洞地 那么它上面呢,有一条独龙 如果说乾隆的龙 这个龙呢,比较威武 相当有弹力,有战斗力 但是这条龙呢 好像是趴在上面 有点绵乱 就好像呢,洗过澡的一样 暖洋洋,没有力气 热 还有呢,这个班子呢,偏小 这个大拇指啊,套不进去 那么我们知道了 在晚清时候,那个皇帝呢 都是早年登基 那么从这个材质 从这个包姜,从这个工艺来看 应该是清代晚清的 一个玛瑙班子 也不错了 很好的 这是最佳的一个答案了 是不是啊 一不是乾隆牧里出来的 怕是老爸 是不是啊 那不是新的 2001年,汉海有个水晶班子 拍到33万 你最近呢,因为材质好 也在30万左右 对,因为材质好 这个难拿回应该是 一分钟的 就是给大家看 究竟然是 通过什么 有无二的